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福建已派出多批医疗队赴湖北支援,医护人员们坚守在一线救治患者,在福建支援湖北医疗队中也涌现出了不少多才多艺的医护人员。 他们或拿起画笔记录下最美的逆行者,或者自制约束手套帮助患者更好地接受治疗,或用有限的条件制作蛋糕,为战友和患者送上祝福。 刘立芳是福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目前她在武汉金银塘医院参与救治工作。 刘立芳所负责的病区有为老爷爷经常把胃管,她便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动手开始做约束手套。 刘立芳是福建支援湖北医疗队的病医疗队,因为我们要保护人员,因为如果是福建支援湖医疗,我们要保护人员,如果是福建支援湖医疗,我们要保护人员。 然后我们要保护人员,在确认员员,我们可以保护人员,如果是福建支援湖医疗,我们要保护人员。 带来了方便 在就职一线 医护人员们也是尽其所能 为战友和患者们加油打气 福建对口支援宜昌医疗队的队员 福建省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雷白 了解到一位大叔 每天都会用热毛巾敷膝盖 雷白专门搜罗出自己 仅有的几包泡脚粉送给他 福建对口支援宜昌医疗队队员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主管护士张志恩 则摇身变成了灵魂画手 利用休息时间画出了他和战友们 在岗位上的坚守 此外在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福建对口支援宜昌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为并肩作战的战友 送上了生日的惊喜 他们用绿豆饼自制生日蛋糕 煮上热腾腾的长寿面 还制作了暖心的祝福视频 杰哥生日快乐 杰哥生日快乐 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学生日快乐 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